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个这次课开始我们进入我们施工管理当中的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组织管理 还有我们的进度管理的课程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施工质量管理内容给大家讲完 那这部分内容呢总共是有四节 那么有质量的计划管理 有材料的质量管理 有施工质量的检查与检验 还有工程质量问题的仿制 这部分的内容呢不好讲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以记忆的内容偏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值 它是以选择题 考试的话就是选择题或案例题 主要是以案例题为主 那么历年在考试当中 多在案例题当中考一些简答题 或者说告诉你一些存在的问题 让你分析原因等等 所以说大部分内容是记忆的内容 那么需要加强记忆 那么历年初题的分值 比方说2018年 那就出了两分的题 但是2017年就出了有二十几分 与此相关的内容 那么往年的话也有七八分的 所以说这一章节的内容呢 怎么讲 就是说首先以记忆的内容为主 第二个就是初题的分值呢 多少不一 它和我们前面第一部分 技术的部分相关性是非常大的 甚至有很多的知识点 其实我们在技术的部分 已经讲完了 因此这一部分 我们计划是用一次课的时间 那么给大家结束这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首先进入我们的质量管理 那么质量管理是贯穿于我们项目管理的全过程 这是最要命的是不是 施工质量 那么我们要坚持 先计划就是P 对不对 那么我们去实施就是Do 对吧 然后我们去检查Check 然后我们去处理它 Action 是吧 所以说PDCA循环工作方法 大家这一点在学习项目管理的时候都学过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持续改进 我们的施工过程的质量管理 不光是我们的工程质量的管理 包括我们高校的教学管理 我们也讲究一个持续改进 它是一个闭环 PDCA PDCA这个 第一个闭环完成了以后 我们的质量肯定是什么 上一个台阶 然后在这个台阶上 然后在PDCA一个循环 然后又上一个台阶 所以说 每一个循环 我们的质量提高一步 这叫持续改进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工作 就是什么 缺少这个闭环 就是我有计划 我有执行 我们是重监督和检查 但检查完了以后 这个落实 这个Action 做得不够好 所以说这个闭环 就没有形成闭环 特别是很多的行政管理 对不对 但是对于我们项目上的质量管理 那么这个Action 有很多是必须要处理的 对不对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质量管理 TDCA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质量管理应该遵循的程序 这在我们的项目管理当中是有的 对不对 项目管理 这个地方会考虑什么 排序体 是不是 排序体 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目标 明确目标 然后就是编制计划 然后去实施它 然后去检查 然后收集反馈并预防等等 排序体 那么对于排序是对于项目管理是这么考的 但是对于我们的实物来讲 它可能会考大家简答题 可能会考简答题 但是这考点是一般的考点 一般的考点 所以说稍微的代谈一下 即便是考到我们质量管理应该遵循的程序 我觉得你能把那个TDCA说出来 就可以了 能把TDCA说出来 那基本上这个分数 能够拿到一半还要多的分支 对不对 明确目标制定计划 然后我们去实施 然后过程要检查 最后要处理 是不是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项目质量计划的编制的依据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我不说了 好吧 有我们合同文件 法律法规等等 了解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我们项目计划编制的要求 这个我们只需要点一下就可以 就是说我们质量计划 应该是由谁来组织编写呢 是由我们的项目经理 应该报企业相关的管理部门 有质量的管理部门 对不对 批准并得到 发包方和监理方的认可后实施 就是你的质量计划 要得到建设单位 以及建设单位 他雇来的这个负责监工的这个监理 是吧 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方可去实施 这个要了解一下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质量管理 这部分的第二节就是我们的材料 质量管理 首先就是我们的材料复制 这个比刚才讲那个知识点要重要的多 要重要的多 这个基本上每年都会考到 因为我们很多的质量问题 或者很多的工厂问题 是由于质量问题不达标 所以所导致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质量 或者说你的材料具有出场合格症 进场的时候我就可以让你随便进 是不是 我们还有一道观察的 这个每一位项目经理都是非常清楚的 因此作为质量管理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材料的这个质量管理 那么我们工程所用的所有的材料 半成品还有产成品等等 就是这个产品的构建等等 那么应该有我们的出场合格证 和我们的材质报告单 出场的时候应该有合格证 以材质报告单 那么对进场的材料 还需要做一些材质复制 那么哪些材料需要进行服饰 那么这是之前都制定好规则的 是不是 制定好计划的 那么项目试验员应该按照规定的取样方法 进行取样 并填写我们服务业内容的委托 那么委托单在公 在监理工程师的见证下 由试验员送往有资质的 送往有资质的试验单位进行检验 那么检验合格后方能使用 因此虽然说是由监理见证下 然后由试验员 但是送点的过程这一块 把握不严 有很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问题 这个过程当中出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管理上要求的原则 那么我们考点 我们只那块我没有必要每一个都过一遍 我们只需要把段的考点过一遍 首先项目应该实行 见证取样和送点制度 就是保证每个过程都万无一失 见证取样 那么既在建设单位或监理工程师的 见证下 那么由项目的试验员 在我们的现场取样后 送至实验室 那么进行试验 见证取样和检验的次数 应该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 第二个就是送检的检测试样 必须从能不能从场外的材料当中选择 不可以 不可以要注意这个 必须从进场的材料当中随机的抽取 这是考试容易考的 严禁在现场外抽取 另外试样应该有唯一的标识 唯一的标识 现在有了二维码以后发现 这个方面做的可以简洁高效了 那么取样交接的时候 应该对试样的外观 数量等进行一个检查和确认 这就是我们取样的时候 要从场内 不能从场外 而且又有一个唯一性的标识 那么要在建设单位和建领单位的见证下 取样送检 是不是 好 那么唯一性的标识 唯一性的标识 好 这就是这个建证取样 建证取样 那么工程的取样送检的见证人 应该由谁来确认呢 能不能由监理单位来确认 考试的话就考这个细节 那有的同学可能觉得 建单位和建理单位是不是都可以 No 应该由工程建设单位书面确认 这个地方非常严肃 就是建设单位 没有监理单位 OK 就是谁来送检 这个送检 不是谁来送检了 这个谁来建证 是由建设单位来书面认可的 这个很重要啊 并委托在工程现场的建设 或建理单位的人员 一到两名来担任 他来确认 那么这个人选 这个建证人的人选 来自于建设单位或建理单位 比方说我们学校的这个工程啊 这个材料的复试 一般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人员亲自上阵去开展复试啊 那么建证人呢 应该具备于检测工程相适应的专业知识 建证人及送检单位应该对我们这个取样的代表性 还有真实性负有法律的责任 法律的责任 真的真的是法定的责任 相应的责任 出了问题要承担责任的 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再一个就是 试验室在接受委托试验任务的时候 必须应该由送检单位填起一个书面的委托单 一般就是这个一般是谁啊 一般是施工单位 是不是啊 一般是施工单位 送检单位就是施工单位 但是建证人是来自建设单位或建立单位的人选 那么谁来书面确认呢 建设单位的 建设单位来书面确认 这个要搞清楚 送检安那肯定是什么 施工单位了 是吧 建证人是人家建设单位 OK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施工材料检测单位应该符合哪些规定 首先我们建筑施工企业实验室出具的实验报告 是工程进工资料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的建设单位 建立单位对建筑施工企业实验报告 出具的实验报告有争议的时候 那应该委托被争议各方所认可的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 来重新检测 这个很重要 首先大家争议各方 首先我要认可 再一个就是他要有资质 委托他们来进行重新检测 这是当施工单位的检测报告 有疑忆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那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那么我们这些材料 主要复视的内容及要求 这是一个在这部分一个最大的重点 首先钢筋 这个我们在讲技术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是不是 在这儿就简单再重复一下吧 是吧 我们首先进场的钢筋要检测什么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伸长率 冷弯性能 以及它的什么 重量偏差 是不是 它重量偏差 那么有抗震摄防要求的钢筋 那么我们要求它的纵向受拉钢筋的 纵向受力钢筋的就是极限抗拉强度 是吧 它的抗拉强度的实测值 要与屈服强度的比值应该不小于1.25 说明我们的钢筋要有足够的安全保证 是不是 安全保证 我们说过说钢筋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忘记 它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弹性变化 然后屈服台阶 然后强化 然后静缩 对不对 那么这是我们的屈服强度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FY 这是我们的FY 那么这是那个抗拉强度 是吧 这是那个抗拉强度 我们进行结构设计的时候 我们是取哪个强度啊 我们是取这个 是这个强度 对不对 我们是取屈服强度来设计 但是这个强度 是不是说就没用了呢 不是的 就这个强度 它和它的比值大一点 说明我们有足够的一个什么强度保证啊 一旦扑破了这个屈服台阶 其实我们钢筋能不能断还没有断 它后面还有一块强度保留着 是不是 所以说不小于这个 说明我们的钢筋要有足够的安全保证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屈服强度的实测值 要和你的标准值啊 标准值之间的比值是不得大于1.3啊 比方说HRB400是不是 HRB400 那么这个400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屈服强度的标准值 是不是 那么你就现场测一下嘛 现场测一下之后 那么它的屈服强度和它的比值 就不应该大于1.3 不应该大于1.3 那么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啊 不应该小于百分百分之9 那不应该小于百分之9 那么关于这三个数字 这一点呢 在2014年的一件的案例题当中考过 而且不光是那一年考 考过几次了 我记得至少应该有三次了啊 至少应该有三次了 当时他考了一个重量偏差 是吧 重量偏差其实不是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点 是吧 但是考试的时候考到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钢筋讲完了 我们讲一下水泥啊 讲一下水泥 那么水泥进场 我们要检测它的强度 是不是 安定性还有凝结时间啊 这是必须要检测的啊 那强度分抗压 和抗折 抗折 安定性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安定性呢 就是体积的稳定性啊 体积稳定性 它有可能是由这个氧化钙啊 氧化镁啊 是不是啊 过多的这种减所引起的 所以说这种 如果安定性检测不合格 的话那是坚决不能用的 为什么 你的一旦用到工程上当中啊 这些材料后期会引发我们的膨胀啊 把我们的结构给涨裂 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要检测 安定性啊 以及我们水泥的凝结时间 这将影响到我们混凝土的出凝 还有中凝啊 非常重要 那么 钢筋混凝土结构 还有 硬硬 混凝土结构当中啊 我们盐浸使用 还有氯化物的水泥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因为氯离子会引起我们钢筋的修饰 最近我们国家 我们中国发生了很多起 因为这个氯化物超标进而引起的 钢筋修饰大的工程问题 那就是因为现在河沙尽采 好多地方用什么 用海沙 海沙简单一冲洗 氯离子超标所引起的哈 非常严重的工程事故啊 非常严重的工程事故 所以一定要禁止 那么海沙有可能会带绿笛子 再一个就是水泥 是吧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几个外加气 或者我们所用的水 你也不能用海水 是不是啊 每一个可能带入绿笛子的源头 我们都要严控 都要严控 首先来说水泥严寂 再一个同一生产厂家 同厂同一等级 比方说都是TO42.5 对不对 42.5啊 同一个厂家生产的 是吧 同一个等级42.5啊 同一个品种都是普通贵酸水泥 是不是啊 同一等级 同一品种 还得是同一批号啊 同一个窑 同一批次烧出来的哈 同一批号 而且连续进层的水泥 那么检验批的控制是 我们袋装下是200吨 一批 不超200吨 如果散装的话是500吨 一批 再说一下 他有严格的要求 同厂 同等级 是不是 同类型 同批号 而且连续进场的话 连续进场的话 那么袋装200 散装500吨 检验批 不能超 那么这每一个检验批 都要检验什么呀 检验抗压 抗折 安定性 以及凝结时间 是吧 好 那么下面看一下 货名图的外加剂 那么同样报告当中 应该有减含量指标 减含量指标 其实也是会影响到 我们结构的体积稳定性 再一个就是 我们 应立货名图结构当中 严寂使用 还有对话物的外加剂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 清楚这个事情了 是不是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建筑外墙的基础窗 还有塑料窗 今年2019版的教材 在这个地方 就是刚才做得很简洁了 是吧 就检测什么呢 气密性 水密性和抗风压性能 塑料窗 基础窗 我们都要检验它的 气密性 水密性和抗风压性能 好 接下来 那么装饰装修用的 人造木板及胶粘剂 看到这个东西装饰装修 你首先想到的就是什么 甲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检验甲醛的含量 不能超标 是不是啊 不能超标 好 那么 室面砖 我们可以室内用的 也有室外用的 室面砖 当室内的话 我们要检测花钢石的放射性 对我们人的身体是有害的 那么粘贴用水泥的凝结时间 安定性还有强度 是不是啊 抗压强度 那么对于水泥这块一串的 粘贴用的水泥 只要水泥 安定性凝结时间 还有强度 都是逼减的 那对于室内用 花钢石检测放射性 外强陶瓷面砖的陶瓷 陶和瓷 陶瓷 我们要重点关注它的吸水率 它的吸水率 以及它的抗动性能 如果是北方地区的话 我们要检测抗动性能 抗动性能 所以说外强陶瓷面砖 要检测吸水率和抗动性能 那么这是第八项 那么接下来混凝土的小型空心器块 那么同一部位使用的小型空心器块 应该持有同一厂家生产的产品合格证 以及进厂的复试报告 那么小系块在工厂内的养护零期 以及其后停放期 总的时间必须确保不少于28天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 技术的时候也讲到了 小型器块 就是我们所用的混凝土器块 零期不得少于28天 这个零期就是从它开始制作 到你使用 到你使用 其实你比方说买来以后 你放在咱们这儿 放在我们的施工现场 也是可以的 你净放在那里 它也是在进行水化 在进行强作增长 没关系 所以说这个地方 他说的还是很严谨的 养护的零期 其后停放的时间 总的不得小于28天 那不得小于28天 还是比我们前面 技术都不分享 都严肃 我们前面一般说 小型器块 它的使用的时候 零期不得少于28天 没有说这么严肃 对不对 其实这个表达的非常严谨和全面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玉拌混凝土 玉拌混凝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商品混凝土 那么我们要检查 玉拌混凝土出产合格证书 以及所配套的这种各种原材料的 富士报告合格证 那富士报告和那个合格证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 玉拌混凝土要有出产合格证 要有这些各种原材料的 富士报告和合格证 那么这富士报告 比方说水泥要有什么呀 就是它的强度啊 凝结时间安定性啊 是不是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要有富士报告和合格证 要有混凝土的 预办混凝土的出产合格证 那么对于混凝土的配合比单 还有试点强度报告也是需要了 你的配合比单必须要出去 必须要出去 再一个就是试点的强度的 广告 这个非常关键啊 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 伤同啊 伤混质 问我们看看你的配合比 他有的他很长时间才能给你拿出来 那就是因为他的配合比 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调整 所以说按照要求 预办混凝土 你要有出产合格证 原材料的富士以及合格证 你的材料的配比单 以及你的强度报告 这都是必须的 否则我怎么知道你送过来的 是不是合格的 首先你是在你那试验过的 有强度报告 对不对 而且原材都是检验合格的 是吧 有富士报告 有合格证 然后你的出产的混凝土 也是合格的 这样才可以使用 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一切都按要求来做的话 就不会出问题 有很多的人说不可能做到这个 不可能是因为你所接触的工程 不可能 告诉你很多大型的国际 就是我们国家很大型的一些工程 真的是完全按标准 做的非常的到位 你比方说港珠澳大桥 绝对 甚至只会比这个严格 不会比这个差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商品混凝土 商品混凝土 预办混凝土的合格证 所以说通过这里边 它有很多的像外加基 强度原材料 等等 都在这个里边 有非常详细的一些数据 关于材料要富士的内容 材料要富士的这块内容 我们再讲基石的部分 其实基本上都讲到了 是吧 只不过在这又给大家嚼了一点 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 重点记忆 各种材料 进场富士的内容以及要求 那么它会在案例分析题当中 以简单 以简单题的形式来考察大家 希望有重点性的去记忆 相信这些东西对大家不成问题 因为我们在技术的部分都已经讲过了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简单的看一个题目 好吧 来 这是刚刚考过的一个题目 关于施工现场材料解印的说法 正确的是 给大家一个时间 看看能不能回答出来 A 建筑材料富士送检的检测试样 可以在施工现场外收取 B 工程取样送检 见证人是由监理单位书面确认 C 施工单位的验证 不能代替建设单位所采购物资的质量责任 D 建设单位的验证 可以代替施工单位所采购物资的质量责任 所以说这个题目答案应该选择什么呢 好 没有问题是吧 还有人选4 这个题的答案应该选择 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应该选择C 这个4你可能是被他绕进去了 对不对 施工单位所采购的物资 建设单位自己的验证就可以来来代替他的质量责任吗 比如说比方说施工单位采购的钢筋 我建设单位验证了认为合格了 结果最后出了质量问题 出了质量问题以后 我们就因为建设单位已经认可这个质量了 所以说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吗 能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不能 不能 翻过来 施工单位的验证也不能代替建设单位所采购物资的质量责任 是不是 不可以 我们不是用第三方有质检部门 对不对 第三方有资质的质检部门 他的是最具权威的 是吧 比方说我们很多的质检站CMA认证 对不对 那个是国家计量认证 都是标定过的试验设备 那那数据是不会做假 就是他测试出来的数据是稳的 准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与此有关的案例题 看看在案例题当中可怎么样考察大家 好吧 来 高新技术企业新建厂区里某八层框架结构的办公楼工程 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定了A公司作为施工总成包 那么施工合同当中双方 这个约定钢筋和水泥的是由业主来提供 那么其他结构材料以及装饰装修材料呢 是由我们总成包商来负责采购 施工过程中发生如下事件 首先钢筋第一批进场的时候 供货商只提供了合格证 够吗 我们说要合格证和财制报告是吧 所以说合格证是缺一个是吧 大概就是业主指令总成包对该批钢筋进行进场验证 总成包单位对刚才的品种型号 见证取样进行了质量验证 够吗 他只对他的品种型号 还有见证取样进行了质量验证 仅仅是看他的品种和型号忽略了他的什么强度啊 屈服强度啊 抗拉强度啊 伸长率啊 是不是啊 冷班性能啊 这一套 不够的 好 再一个 对 后边说了啊 对钢筋的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进行了辐射 那还少呢 我们伸长率呢 冷卖性能呢 重量偏差呢 对吧 好 建立单位提出了意见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与钢筋有关的 那第二个就是 大装水泥第一批进场了300吨 第一批进行了300吨 可以想一想 大装水泥不超200吨 连续进场的话 是吧 散装是不超500吨为一个检验批 对不对 现在是 他进场了300吨 如果化检验批的话 应该化几批啊 应该是化两批是不是 脑子里桌到这儿就考你 减批的那个化分 二五 是吧 二二 散装五 好吧 二五 二百五 二和五 水泥为同一厂 同厂 同等级 同品种 同号 是不是啊 同号 第一批进场 连续进场 是不是啊 一次性进场吗 业主指令总成包进行进场复试 总成包单位对水泥的抗折抗牙抢都进行了一组复试 进行了一组复试啊 那么够吗 是不是啊 你检验批要分几批啊 要分两批的话就要两组啊 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复试合格后呢 总成包方直接安排投入使用 那么使用过程中水泥出现了质量问题 建设单位认为是总成包单位做的复试 质量责任应该由总成包单位负责 监理单位下达了停工指令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做过的那个选择题 比如说钢筋和水泥是由建设单位来采购的 我们施工单位是进行的进场复试 那么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进场复试的结果 要能够代替建设单位所采购物资的责任呢 质量责任呢 No 是不是啊 No啊 虽然我检测合格 但是后期出了质量问题 是吧 如果是材料的问题 那建设单位肯定你采购的责任逃不掉 是吧 那么事件三 总成包单位依据质量稳定 履约能力强的原则 选择了建筑外墙 基础窗塑料窗的生产厂家 并进行了抗风压性能 抗风压性 基础窗塑料窗不光是抗风压性能 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性能 是吧 又是缺的 对吧 再一个就是大家看一下 根据质量稳定 履约能力 这是不是都是 商务的问题是吧 那还有还差个什么呀 没有价格啊 是不是啊 你不能老是什么 我们技术标 商务标 对不对啊 这块是吧 那可以说这是技术的问题啊 你的这个履约能力啊 质量的质量参数啊 等等各方面 那你还有商务 你的报价啊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少点东西啊 你不能老是凭借这些东西来选择某单位 是吧 那这些价格分应该占比是最高的是吧 价格分应该占到百分之 材料的话是不是应该占到更高啊 是吧 应该是占主要的是吧 好 所以说他的问题就是让我们指出事件一二三当中的不妥之处并说明理由 我相信大家读完了以后 结合我们刚刚讲过的材料复试的内容 回答他应该会成问题 就是这样 我基本上都点到了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对于我们的钢筋的问题 那么指不妥之处啊 他问他问的就是指出不妥之处并分明分别说出正确的做法 所以说那你可以这样子回答 统一的不妥之处 统一的正确做法 也可以说不妥之处一 不 然后回答原因啊 原因就正确做法 不妥之处二 不妥之处三 能听明白是吧 都可以啊 这个都是可以的 首先只提供出场合格证不够 还有一个材质报告单 再一个就是你只对这个东西进行复试不可以 是不是啊 应该对品种型号规格数量 外观质量见证取样等进行这个见证取样 也就是说要少了一个哈 品种他有型号有是不是 还有规格数量是吧 然后见证取样 再一个就是对钢筋的这两个进行复试还不够 对吧 生产率冷卖性能还有重量评差 好嘞 这是与钢筋有关的啊 通过这个题 把这块记住就可以了 如果再考钢筋 也就这样 也就这样 好 再考钢筋 也就这样 你把这内容记住 OK 记住他哈 记住他 好 作为一个考点记住他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水泥 那么水泥的话 总承包单位对他进行一批 进行一组复试哈 那么啊 进行了一批复试 然后进行一组复试啊 那么正确做法应该对他的复试的内容 是吧 不光是要抗折抗压 还有安定性凝结时间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另外啊 这个地方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我们由于他是300吨啊 因为啊 同厂同规 同等级 同型号 那么200吨为大装200吨为一个检验批 由于他是300吨 应该进行两组复试 当然你正确做法应该进行两组复试 直接这么打也可以 你刚才啰嗦 我说的那一套更好 好吧 这样子也够 那我觉得 万无一失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也写上 也写上 好吧 如果是我来答题的话 我会把那一块也写上 对吧 你的时间是足够的啊 那么最后的话 就是项目的验证 不能取代 不能取代业主所采购物资的质量责任 这个提到了 是吧 好嘞 这是与水泥有关的 那么我们最后 他不是选择了这个 亲属窗塑料窗吗 是不是 那么不妥之处 依据这个来选择他 第二个 毕竟抗风压性能复试 不太够是吧 正确做法 依据质量问题 履约能力 以及什么 价格 价格有竞争力 可以这么说 就是开放性能 这么简单 一说 依据这个东西 价格有竞争力的原则 等选择了基础外窗 还有塑料窗 那么 我们应该进行 亲密性 水密性 和抗风压性能的检测 好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 第三个 金属窗 还有塑料窗的回答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题目出的很好 结合这个题目 把钢筋 水泥 这个东西 还有金属窗 塑料窗 记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记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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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